問一下王豪大哥 這個過去幾個交易日 美國股市出現兩次熔斷 然後這一次是棋子熔斷 那以這個波動來講 這個確實是史上最大的波動幅度跟變數 從波動率來說 還沒有達到2009年初的最高點 因為那個時候曾經到過85左右 現在大概75左右 就VIX VIX 曾經到過85 對 還差一點點 但是很快了 但是這個問題不在於這裡 問題在於剛才我講的 現在實際上市場最想要看到的是 怎麼樣能夠採取有效的措施 把人隔離開來 然後使得這個病毒的傳播可以控制住 這個是穩定市場最重要的標誌 那我跟你討論一個問題 我直接在這裡公開講 但是我無法證實這個謠言 今天為什麼費得突然降利息 我剛剛開場就講了 今天在美國時間算禮拜天 正常禮拜天美國人沒在工作的 而且他正常開會是18號 他等到禮拜三再來降就好啦 所以金融市場有一個謠言 但我無法證實 有這個謠言說 美國最後的最緊急狀況 搞不好直接關門休假兩個禮拜 生活搞不好更長 那萬億是走到這樣 可能發生什麼事 我不覺得是很大的問題 應該是做這些事情 我自己感覺 歷史上曾經也發生過類似的狀況 香港在1987年的時候 那一次的股災 香港股市關了四天 不交易 那中國的話 因為是春節正好 順便也就把股市關了兩個星期 他還延長股市的休息時間 對 所以我覺得從這個實際的 這個狀況來看 整個社會 整個經濟 整個shut down close down 這個使得大家的 這個經濟的活動量 和社會的活動量 大量的減少 然後把人灌在家裡 這樣的話可以比較快的 一下子把這個疫情控制住 這樣的話有利於這個 整個這個醫療體系 能夠應付這種狀況和調整 這可能是迫不得已 必須發生的事情 好 那可是突然的shut down呢 我們就會進入一個企業 跟個人都一樣 個人呢 拼什麼 要嘛拼健康 要嘛拼存糧 然後企業也一樣 企業如果突然shut down 兩個禮拜 如果兩個月 那手上有多少現金 然後企業要不要支付 這一些固定的成本 員工的薪資 然後企業能不能survive 最終個人跟法人都一樣 他survive需要一些要素跟條件 我覺得這個問題是這樣的 看的啊 第一就是說 不是只有某些企業 shut down 是全世界大家都shut down 那在這種情況下 那相對來說 這個競爭是公平的啊 那相對來說 病毒不認人 不認企業啊 可是相對來說 如果我握有股票的人 我要shut down 也不知道是兩個禮拜 或兩個月 那股票也不過就一張廢紙啊 我就覺得 那我握有現金好了 我又握有現金 我得到的安全感 比握有股票多 呃 我覺得實際上沒有太大的差別 如果你不整天在意 他的股價的上下波動的話 你不去看他 每天睡覺起來 龍斷跌停 怎麼不在意 沒有 你睡覺起來 過了 你過了兩個月 三 兩個月 三個月回來 可能就是跟以前一樣啊 沒有太大差別 今天龍斷在繳保證金的人 他看不到三個月後的陽光 這個問題最大的 不在於這個 主要是在於你是 買股票也好 買債券或者買任何資產 是不是用Lavage 是不是借了債 借了錢來買 那金融市場這批人Lavage最多嘛 你如果 今天被關門的那家金融機構 在台北做什麼最有名 我跟你報告 做權證 就是今天被確診的那個公司 他們的交易室裡頭 做衍生性金融商品 跟Lavage的商品做最多 他們被關門 他們要不要掉一點現金 他們客戶怕不怕 要不要掉一點現金出來 對 但是這個問題是這樣看的啊 我曾經這個 以前碰到過 當然是很多年以前 碰到過一個類似的狀況啊 就是這個 冷戰快結束的時候 這個戈爾巴切夫 大家不知道有人記得過 他有一次就是 蘇聯發生政變 然後總統被 被軟禁了 然後這個坦克都開到街頭 然後一理心爬到坦克上去啊 整個這個事情 大概搞了一個星期後來結束了啊 我那個時候在倫敦做金融交易 然後我有一個客戶 他呢 跟他的這個公司老闆 他們出去玩 跑到阿拉斯加去釣魚 然後那個時候也沒有手機 也沒有Internet 所以他去了一個多星期回來 他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蘇聯 戈爾巴切夫政變這些事情 回來以後看看他的這個股票 什麼這個窗位 沒什麼變化 他以為什麼事情也沒發生 誰知道世界上已經發生了大的波動 我覺得有時候大家需要把這個 看問題的周期和時間點拉的長一點 不要太自著於短期的這個波動 實際上可能從長遠來看 這一次的調整 本質上就是我們討論的 這個全球化走到了某一種過度的 這個地方要有一個往回調的過程 這個回調的過程 就是說你的雞蛋不能只放在一個籃子裡面 你的雞蛋要放在幾個籃子裡面 你在自己的籃子裡面也得放一點雞蛋 那就是你的抗生素不能完全靠進口 你得自己想辦法照 你的口罩也不能完全靠進口 你得想辦法照 你的呼吸器也得想辦法自己照 這些東西我覺得大家都要學會做一些調整 對 就是全球化的盡頭的這個結束 然而反全球化會對這個世界帶來什麼 我們稍後回來 那問一下老王 同時美國各方面的這個措施 是不斷的拉抬跟救市 因為川普本人11月年底是要拼連任的 所以川普不只要跟病毒打戰 還要跟金融市場的空頭打仗 我們說這個川普要防止他的就任當時的點位 他不要讓他變成一場夢 同時美股的2萬大關 你可以看到連續兩天在做防守 所以全球股市在這兩天也是反彈起來的 因為想說川普好像有在出手要救 那我們可以持續看下去 我們往下看我們這張圖是把過去1987年大股災跟這個2008年股災做個對比 還有這次的做個對比 你可以發現那個走勢圖哪一個比較穩合 你可以發現這是不像1987年股災 因為1987年大股災崩跌之後就打橫了 其實沒有再跌 反而是2008年的股災之後 一路往下跌一路往下跌 那跟這次走勢幾乎是一樣的貼合 那你要注意一個重點 現在的來到的位置 已經這是研究機構寫出來的 已經來到可能會出現一個短線反彈的位置點 所以如果每 但你的重點不是放在反彈 你的重點是放在2008年一個反彈之後 後來又出現了崩跌 所以如果說這一次前面全球的下跌 是跟前面這個2008年前判部的價值一樣 那未來在反彈之後 其實你該思考 會不會有在複製後面2008年的那一段 老王我打個招 這一個裡頭紅色的實線 是2020這一次的走法 然後有一個粉紅色的實線 是2008年金融海嘯的走法 到目前為止 這一波前半步的走法跟2008很像 那2008我們再看粉紅色這裡 粉紅色這裡當時是有一個反彈逃命波 逃完命之後再繼續殺一波 所以目前出錢寬補可能在想辦法 先來救這一波 反彈看看 所以很多高手其實會死在這個反彈上面 對所以你這個走速圖只要告訴他說 既然前面這麼像 你就要留意後面會不會跟上了 這感覺 那再來看 因為我不是疫情專家 如果我單純從數據 但我要先講 這個要假設中國給的數據為真 前提要對 不然前提如果錯 我再怎麼推論 那個結論也是錯的 這邏輯的問題 所以你看我們先假設他為真 大概是如果病例來到高峰之後 大概一個月到一個半月 整個疫情會countdown下來 如果你對照SARS疫情countdown下來之後 股資本市場出現了回溫出現了上場 所以你可以預期 我們就要猜測 美國什麼時候他的疫情開始走下坡 那你在往回推 大概四月五月 那可能就是一個資本市場 會比較大一個回溫的機會 那我們往下看看這個 這個我們上次講到 全球資本的動盪也影響到入股 入股之前不是政府在互盤嗎 現在為什麼跌那麼慘 這個就代表入股通的資金 你可以看到外資在瘋狂的匯出 這直接從入股領錢 而且上面那個實現的那個 那個實現那個曲線是什麼意思 那個是指人民幣 你看到人民幣也在大扁當中 就代表外資的確不斷的在從入股 所以我說入股 他如果靠自己的救市 如果全球不是在崩 那其實入股也印不起來 那這張圖是美債的收益率 跟這個美元指數 我們看到之前在疫情剛爆發的時候 美債收益率是往下 代表債券很值錢 大家就跑去債券避雪 可是也要放到最近 這個聯準會大降息之後 美債的收益率瘋狂的往上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債券不值錢了 大家在這個避險資產失靈了 錢往哪跑 往到美元指數去跑 往到美元去跑 這代表我們昨天談過 這代表錢開始往貨幣去避險 那這時候亂世之中 我們昨天有談到橋本 他是虧了20% 但是有個人是贏家 我們這個新債王甘拉克 他昨天很開心的在推特 發了一篇文章 他說我回補我所有的空投部位 為什麼呢 因為實在是賺到 那個獲利大到我 不得不把他回補 講話非常的大聲 所以他是這次的大贏家 那大贏家做什麼預測 往往下看 事實上他其實沒有真的很厲害 因為他過去幾年 從來沒有任何一天 是沒有放空美股的 只有在昨天 第一次沒有 所以他算是過去幾年 一路被尬 尬到昨天中陽沒土氣 那你看到他昨天下了一個定路 他說他認為黃金雖然短線重挫 他長線來看 他認為黃金是有機會持續大漲 因為他認為這張圖是 長期的跟S&P500的對照 你看黃金那個紅線 始終都引過那個S&P的漲幅 所以他說如果你要長期投資 他還是看到黃金 他是不看到股市的 那歷史大頌的高手不只他 我們看這張圖 現在整個華爾街最有名的 你一定要認識這個基金 叫做薩巴資本尾部基金 在這一波股災賺了1.7倍 這不得了 很厲害 對 那代表他持續在放空賺錢 所以我們要認識這個基金 之後有這個故事 我再跟大家做分享 我們繼續看下去 好 然後再來認識一下國安基金 今天很認真護盤 護到大力一光 要漲平 對 今天 我是覺得昨天賣掉的人 今天大概垂幸甘 你說你要戶也早點跟我講 你盤中就宣布了對不對 真的 昨天是 昨天賣掉的股民一定抱怨 蔡英文12點就要出來開記者會 對啊 收盤盤才在開 昨天是三四百檔跌停盤 昨天連金融股 玉山金都打到跌停 通常殺盤都是中小型股要先殺 殺到金融股是很多人的長期投資 所以說他已經忍無可忍 不得不 所以昨天是很多人不小心散出去 那今天這個戶盤之後 我們先講 昨天這個金管會是先推出禁止放空令 但禁止放空令 我們看過去的成效 過去總共三次 成效都不好 推出來禁止放空之後 最後都還是有跌 所以後來怎樣 這個傍晚十分喔 再加碼 想說辦公立可能不夠 直接國安糖椒業 台股感冒就要把國安感冒糖椒請出來 如果你看國安感冒糖椒 過去六次呢 只有一次失敗 就第一次嘛 第一次為什麼失敗 因為第一次通常比較緊張一點 沒有什麼經驗 所以第一次一定會失敗 就是沒有互盤的經驗 他在高檔做互盤 後來就學到說 互盤絕不能在高檔 要等跌下來 所以他後面幾次全部都成功 也就是因為後面幾次都成功 所以今天才會大漲 因為散戶都 哎呀 穩的嘛 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喔 這個國安機器的統計績效 是指他進場之後到出場 也就是說 其實國安機器進場到出場 這個時間可能長達三年五年喔 對 一年 當然到一年多 不是三天喔 對 所以 所以如果你想跟國安機器要贏喔 的確他勝率很高 那就是今天打電主力 對 今天罵了 就凹酒 電視關掉 不要再看了 對 然後國安機器哪一天宣布 他說我要 我要出場了 關掉 年代向前看要看 可以看 對 不要看股票 真的啊 你就單純看 國安機器哪時候宣布說 我要退場 你就跟著賣 那你真的 有可能你壓一些全資股 你應該會贏 因為國安機器過去勝率非常高 我們再下一張圖 欸 東東我要分布要補充一點喔 為什麼今天會大漲喔 剛才講的是長線 這是長線的圖喔 長線你可以放喔 綠色的部分就代表他互盤之後呢 波段來看還有再下跌 我們看過去總共六次 那就有三次嘛 尤其是大股災 像2000年那個股災 跟2008年的股災 中間互盤喔 其實都是崩跌嘛 就剛才講 全球股市如果再崩喔 你這5000億怎麼擋也擋不住 可是因為過去喔 2011年跟2015年 就是這麼厲害 剛好在最低點的互盤 然後股價又大漲 造成散戶會有一種預期心態 這一次應該也會成功 所以這次就跳進去 但是我還是提醒啦 2008年 這一次的股災比較像2008年 所以短線有反彈 短線會不會有反彈 剛才那一張圖六次進場嘛 我們講這個total的總結勝率是成功的嘛 但中長期的勝率是一半一半 我跟大家講報報 10天就從國安金進場之後的10天內 勝率也是百分之百 也就是說短線台股應該不會再破底了 所以你要搶 把握你的黃金時期 蜜月時期就10天啦 要嘛就很短 要嘛就很長 你要做長線你要小心 反彈過後是怎麼樣格局 我們還沒有辦法確定 可以關股票台 不要關年代下延 我們稍後回啦 我們今天聊的是 事實上美國的疫情還在惡化 所以呢這一個 川普直接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況 那CDC預估 未來美國境內 可能會有兩億的 這一個人口感染 170萬人死亡 同時呢 FED直接在台北時間清晨的時候 降息事嘛 降到零利率 問一下韋傑 FED用光子彈 然後道琼直接起指跌停 鎖跌停 熔斷給他看 其實這一次這個FED的動作 真的也出乎市場上預料之外 直接降一爬 然後把他的整個利率水準拉到零個百分點 那當然大家會想說 那禮拜三禮拜四再降就好 為什麼我一定要現在 跟各位報告 基本上現在費的降息的原因 除了是看到未來經濟的隱憂之外 其實他在看的是市場上流動性緊縮的危機 那這一次禮拜三禮拜四的這個聯準會的利率決策會議 我們還必須要看一個數字叫做IOER 也就是超額存款準備金利率 目前的水準是在1.1 那按照到底說 在降息的過程當中 應該是會就是跟著一起調降 否則他會在市場上存在一個所謂的套利空間 也就是說在這一次 FED他去進行了7000億的流動性的投放的過程裡面 因為IOER他沒有往下跟著調整 他會有一個所謂的套利空間 造成市場上釋放到市場上的資金 再一次的回流到FED的這個金庫當中 所以變成流動性緊縮的危機會再一次的出現 我們可以看一下在上個禮拜 其實在債券的交易市場當中 也出現了流動性的一個危機 甚至在歐洲盤的這個美國債券的交易員 其實都提到就是說 我很少看到有美國國債賣不掉 因為我們都知道 美國國債是全球流動性最好的一個債券商品 那竟然會有賣不掉的一個狀況 那最主要原因就是來自於過去 他的整個流動性太緊縮的過程裡面 第一個他的整個波動率是增加 那第二個在他的整個買賣盤的價差 是大於原先平常的一個狀況 那在過大的情況當中 交易的時候就不容易成交 那導致於在一旦進行交易有成交 他的價格波動就會容易變得很大 那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張圖當中 他的整個紅色的這個線是VIX恐慌指數 債券也有恐慌指數 那藍色的部分是每一每零的流動性指數 其實都已經回到了金融海嘯的這個水準 也就是說現在我們已經面臨到了金融海嘯的危機 那下方的這個呢是買賣盤價差擴大了一個情況 也就是我們剛剛提到很難成交 那既然很難賣 那我要維持到整個市場上的流動性怎麼辦 上個禮拜的債券基本上照理說 這個降息或者是有降息的預期 債券應該價格會持續往上飆升 但是因為很難交易的關係 大家都急著要趕快把手中的債券去做這個抛售 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股市繼續的下跌 我可能要去把手中的一些還賺錢的部位去做變現 包含像是債券包含像是黃金 那黃金是這一次在變現過程當中的最大受害者 其實從二月底開始 美股開始起跌的時候就已經開始有黃金的變現草 那這個是這個黃金的ETF 這個是全球最大的規模的ETF 它是實際上手中是持有黃金現貨的這個ETF 那第一波二月底的時候 它是賣了六噸 那造成整個黃金的價格是崩盤 那第二波就在上個禮拜 總共是賣了32噸的黃金 那就造成說整個黃金價格再碰到1700之後 馬上就跌了將近快200美元的一個價格 所以其實在整個黃金賣壓的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是告訴我們說 現在目前市場上的流動性是還蠻緊張 疫情還在炸鍋 那美國事實上對於疫情的發展也不樂觀 現在看起來歐洲的處境也非常的艱難 那問一下金總大哥 今年非常的意外非常的特殊 1月23號武漢封城之後呢 整個中國進入了一個相對鎖國的狀態 所以本來全世界擔心的是世界工廠的生產製造 跟供應鏈鍛鍊 然後緊接著3月份的發展 以這個蘋果跟這個Nike都關掉了大中華以外的 全球所有的門市來講 歐美的消費端需求端突然也銳減 所以同時呢 在全世界的產業 一方面是有消費跟需求端受到傷害 另外一方面是生產跟供應端受到的影響 你怎麼觀察 我們現在基本上來看 第一 這個疫情剛開始發展的時候 大家都比較怕那個鍛鍊 supply chain的鍛鍊 那supply chain鍛鍊 因為主要中國是世界市場 世界工廠 世界工廠它所製造的東西 其實讓你無法想像 因為為了要cost down所有的東西 基本上像我舉個例子來講 你如果說我們像那個adapter 就是AC轉DC這個 它實在是便宜的 即使中國現在的工資往上漲 但是它還是很便宜 為什麼 因為它有所有的供應鏈 非常非常的完整 它從原材料到中間 對 從原材料全部都是 它比如說我舉例來講 遙控器 現在非常便宜 為什麼便宜 全部都在中國製造 它用二次料 不過這個也對環保有幫助 它全部用二次料 那我們現在來講 現在疫情慢慢地往這個 其實以中國來看 我有我們第一線就是包括我的客戶 還有我們的一些朋友 事實上中國目前來講 基本上它要復工的狀況還不錯 目前大概應該如果是大漲大概75% 80%左右 他們會稍微有一點缺貨 因為缺貨主要材料都不缺貨 都缺小材料 那一些小小的 比如說那個連接器 對 連接器 connect 那麼我們剛剛講 Apple Apple把它的店除了大中華區 因為大中華區比較早關 又比較早開 大中華區以外的 全關 歐美的都關 都關了 所以因為總共大中華區以外的 大概有 它有450幾家都關 這個關對Apple的營收有沒有影響 我覺得是有 但是不大 因為其實買Apple的人 都是把Apple 拜這個蘋果教 因為他覺得這個蘋果 這個東西無論怎麼樣 我一定要買 然後那個 它的直音店基本上是一個體驗 新的比如說iPhone 11出來 或者是AirPods出來 我拿來體驗一下 真正它下單 因為現在有 現在這一次有一個 我覺得在需求面方面 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Online的 實際上線上買的很容易 就線上平台 線上教學 線上開會 線上系統都會增加 都是很增加 那麼我們接下來講就是說歐洲 歐洲疫情非常非常的嚴重 那會不會影響 整個半導體的狀況 那歐洲其實在半導體的製造 它其實它的比例已經不高了 大概就89%左右而已 對全球而已 不過它有幾個東西 大概歐洲幾個大公司 一個是ST 米國有中一 ST就是 等於是意大利跟法國 他們兩個就是 合併 合併起來的 那它的主要製造地是在意大利的北部 那我目前看它的官網還有跟朋友談 事實上因為它大概還可以 前一陣子ST還跟TSMC兩個做合作 他們要做那個把就是說我們三五族的 就把Gasson Nitrate就淡化甲 跟TSMC的製程結合 他們要開化 所以那另外一個就是NXP 這個是荷蘭公司 那還有一個就是Infinian Infinian 德國公司 這幾個公司呢 基本上應該都沒有問題 他們在整個自動化半導體上面是 自動化很重要 另外歐洲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ASML 我們叫艾斯摩爾 艾斯摩爾它主要所有的設備 主要的它是我們講是scanner 就是那個光雕機 這個部分的艾斯摩爾 艾斯摩爾它是全球各地油廠 現在的比較麻煩是 這些人都不能夠到台灣出差 他有一些 不過艾斯摩爾在台灣 有很大的工程的team 那我們來看一下真正這個疫情 對於Demand的那種 我們看了一個就是中國 他們最近開 就是那個 這個是他官方的一些 好他二月份的手機銷售 手機銷售 然後汽車銷售跟汽車零組件都銳減 都銳減 連減都是好像那個 因為中國手機是全球第一 就是說它的它的那個銷售量 中國的汽車也是全球第一 那中國去年是有大概3.9億支左右了 那二月份它只638萬 只年減是56個percent 汽車更慘 二月份它的中國新車的銷量只有31萬輛 年減79.1% 幾乎88% 中國整個2019年包括商用車 它整個汽車的銷售量是2577萬輛 會將來這個東西一滿足了 因為大家原來是怕說鍛鍊嘛 所以我單子我都不砍單 到第二季以後發現需求降下來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最頭痛的問題 還在後面 我們今天聊的是這個病毒影響了全球化 事實上大航海時代之後 全球化不斷的走 走到了這個全球產業鏈的極致的分工 然後2019年川普打了一場貿易戰之後 開始陸續的中斷了一部分的全球化跟全球產業鏈 沒想到今年的病毒讓全球化走到盡頭 那大鎖國實在 這一個國度可能在關門 那企業也可能在關門 那事實上全世界因為這一個病毒 會有很多本質的經濟跟產業的變化 確實在因為一兩個月前我們都還在討論說中國 哇多少關店多少關店 沒想到呢一兩個月後 現在居然是全球性的大關店 譬如說我們看到幾個例子 你看到這個蘋果 在這個禮拜一在宣布全世界的店都關 唯獨台灣中國港澳不關 那不就是說這些地方他們覺得相對安全 可是呢微軟就把它全世界的店都關掉了 那再看到日本的UNICRO也是一樣 從美國開始全美國的店全關掉 歐洲也絕大部分都關掉 可是亞洲部分他都沒提 除了中國還有一部分沒有關以外 其他台灣他也不關 不就相對肯定說台灣現在目前是安全的 好那可是呢 我的朋友今天早上PO那個LA的那個照片 街上空無一人 然後歐洲也是 所以比起台灣還有日常生活的運作 然後馬路上都還有人 然後有商家有正常的經濟活動 跟日常的活動 是台灣真的很珍貴 沒錯所以你看從這個店家的反應 我們其實就知道了嘛 你看他在全球大關店 台灣可以不關 那不就是直接就證明台灣 他覺得是安全的嘛 好那我們再看到 真的是講不完啦 像Nike也是一樣 幾乎都關了 也是一樣 台灣不關 亞洲的幾個國家不關 那再來像這些潮牌 還有甚至勞力士以外呢 像百達菲利LV 他們的手錶工廠全部都停工了 好那再來還有就是像 這個國際的拍賣 加斯德 你看他也是都關了 可是你看到 他台北的辦公室也不關 你看像這麼多 那尤其這個LV 那特別講一下 因為他把他原本做化妝品 做香水工廠 改做什麼呢 居然改做那個 酒精乾洗手 乾洗手 而且他是要送給法國的衛生部 衛生的醫療體系 不是要賣的 所以有些人想說 那我以後是不是可以買到LV的乾洗手 很抱歉 沒有他不賣的 好那電關完之後 大家下一個想到說 那現在股市跌成這樣子 那要不要股市關掉 上禮拜我們在節目裡面 其實就有提到 俄羅斯先把他的外匯市場給關掉了 可是俄羅斯只關外匯市場 可是這禮拜菲律賓動作很大 他一口氣把他的所有金融市場 包含股市在市 匯市通通都關了 哇為什麼呢 大家先看到這個圖的下面 菲律賓股市光今年以來已經跌了30幾% 好那可是一關喔 他在美國掛牌的菲律賓指數的ETF 沒有關到 結果你看到 因為菲律賓關了 在美國的這個ETF 一天跌24%多 這就再告訴你 雖然跌得很慘 可是你關了有比較好嗎 其實沒有嘛 那看到菲律賓關了以後 大家一定想說 那其他國家要不要跟著關 有可能喔 對好所以第一個我們最擔心的就是美國嘛 美國歷史上呢 有出現兩次股市關門 第一次是1941年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 那時候關了四個半月 可是你看到之後發生那麼多戰爭 他都沒有關耶 二次世界大戰 韓戰 越戰 波斯灣戰爭等等 他通通在也沒有關事 只有在911事件的時候 他關了四天 而且喔 這次大家看到菲律賓關 大家趕快就問紐約交易所的總裁 會不會關 紐約交易所的總裁已經說 我們絕對不會關門 那包含了最新的美國財政部長 也出來說了 我們不會因為武漢肺炎關門 所以說這是大家先不用擔心的 可是那台灣會不會 美國不會不代表台灣不會嘛 過去關門除了說 颱風的因素之外呢 例子上有四次 第一次 民國53年因為有人鬧事 所以停了一天 好 民國54年是因為股市波動太大 停了十天 好 那 911地震停了四天 再來就是911的時候 美國出了事情 我們也停了一天 好 這是台灣過去停了四次 那目前台灣到底會不會停 坦白說也沒有人敢講啊 所以這是要去注意到 那官市要付出什麼代價 我們看到這個最新對中國的統計 中國開始出來一些數據 你看到汽車業 二月份減少79% 然後手機減少了55% 好 那我們就不要一個人唸 那想中國現在開始在復工了 那過去因為他官市官場 所以他付出很大的經濟代價 可是當我復工 結果全世界其他人都在關 那我們都知道中國號稱世界工廠嘛 那我好不容易復工了 結果 需求端沒有訂單 對 沒有訂單 這樣瘋了嘛 你看到高盛 他就最新對中國的經濟預測就出來了 他原本二月份預估中國第一季成長率 還有2.5 那去年第四季是6 降到2.5其實已經覺得很多了 沒想到他最近這兩天最新的預測說 中國第一季會直接-9%的成長率 -9%可能都太客氣 對 那至少我們做帳面上數字 其實已經很可怕 而且他預估今年全年 可能從原本預估的5.5%降到剩3% 所以你看到中國在過去已經全世界最明顯 我們大家看到關 關 關成這個樣子 所以經濟付出這樣的代價 那現在如果全世界都關了 而且關的更徹底 尤其我們剛剛看了這麼多店 這麼多廠都關了之後 全世界的經濟何去何從 現在看到的叫做關門潮 然後往後我們會看到一批是倒閉潮 他的關門可能就是永久性的 而不是暫時性的 最直接我們看的就是航空業嘛 你看到從歐洲已經有很多的那個 所謂的廉價航空已經都先倒了 北歐航空我看到昨天有人裁員九成 我都不知道他留什麼東西 廉價航空基本上第一個受衝擊最大嘛 那就不要說廉價航空 你看到美國最大的三個航空公司 其中最大的聯合航空 聯合航空都已經要求美國政府紓困了耶 聯合航空已經是最大的了都已經要求美國政府紓困 所以美國政府現在也要撥幾百億給這個航空業 那其他航空公司就更不用說了 好那大看Bubble的時候我們看到恩隆倒閉 2008年的金融海嘯我們看到雷曼倒閉 雷曼當時是五大投資銀行 他倒閉了他倒閉了全世界都終於見識到了金融集團 金融機構大型的美國的五大一樣會倒閉 我們將來可能看到地球上數一數二大的比方說航空產業 比方說石油產業 倒閉給我們看 那倒閉完都是金融業金融系統要吃呆帳 那金融系統如果有人吃不住 我們就會再度看到金融機構的倒閉槽 我們稍後回來 那我請教智昌大哥 所以這一波事實上台股從一萬兩千點 今天已經殺到8500點了 盤中台積電重挫的幅度高達七八趴 尾盤可能護盤基金有稍微拉一下 可是台積電是一個很重大的指標 那台積電的走法跌法也會影響到 這一個台灣的表現 我想在台灣的股票當中 電子類股是這一波是最強的 但是電子類股以台積電為代表的話 它會帶動很多的股票也跌停 像今天跌停的股票有的甚至都沒有買盤 有的關門了 所以說台積電對以整個全球的半導體 橫向來講的話 像美光另外還有Samsung 另外還有等等等都有影響 那第二個就是對台灣的股市 是電子股市最強勁的 也有一些影響 那台積電剛好今天出席兩塊半 那一個人遭殃就折掉7%的總市值 這個代價太高 就是代價是over的 因為這個代價是跟大家的預期 是跟現實是不太合的 因為只有一個人 然後他能夠折損掉那麼大的總市值 這個是不對稱的 因為外界擔心不只一個人 外界擔心一個人會不會影響到一個廠的運作 或者一個更大量的公司的運作 所以說外界關心的是這個R0值 看看怎麼扣算一個方法 那事實上台積電目前已經跌到了2019年 大概4月份的時候 那時候的價位 那時候的價位是起漲的價位 那最高的時候它的本益比是25倍 所以說340塊的時候 所以大家認為說台灣的這個電子類股 它的本益比大概有25倍左右 那另外從這個淨值比來看的話 也有4倍以上 那如果說台積電守不住的話 整個守不住的話 這個本益比 全部的這個本益比會下修 那這樣的話就嚴重了 因為它有一些藤岩的效應 會捲到其他的國家的這個半導體的股票 或者是對本身我們各類股的股票 也都會帶來很大的影響 像今天跌停跌得最兇的 最近跌得最兇的 像觀光類股 航運類股等等 那些呢 因為對外的關係 或者是因為內息的這個關係 跌得很兇的 已經跌破 已經呈現一個很強勁的空投牌類 那台積電只是一個斷崖式的 雖然說已經短期進入雄市 已經跌了28 但是因為這個時間太短了 大概只有一個月而已 所以說還不足以去判斷說 它的長期會形成雄市 其實它的長期應該是還有機會 因為它的訂單還有它的整個營收 還有第一季即將要到底的 即將要公布的這個EPS應該都還好 但是事實上可見大家人心是陷入這個恐慌當中 不是一個正常的這個股市所能夠發展的現象 所以今天事實上台股大盤 極殺殺的最深的時候殺了700多點 然後這個波段從12000殺到8500 其實波段的跌點已經3500點了 而3500點大概三成 前一波金融海嘯的時候給大家看當時台灣怎麼殺 當時波段低點將近1萬點9859點 波段殺到3955殺到4000點 所以大概是打四折 對 我們的跌法大概跟日本差不多 日本跌掉29點多 那另外韓國是跌掉27點多 但是韓國今天盤中還觸及熔斷 對 那比較嚴重的當然是歐洲的股票跟美國股票 那如果說我們用財務理論的這個Event Study 就是事件分析來最標準的這個檢驗的一個程序的話 你會發現說其實他們的起跌的那個時間都不一樣 但是跌幅是晚跌的最重 就很奇怪 那 有些晚跌是補跌或者案例大增就跌多一點 案例小增就跌少一點 可是第二個核心的這個上陣指數只有跌10% 對 所以說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會發現說股市它的這個效應也是傳遞的 也是一個帶一個這樣子一路的往下跌 那事件分析它講到兩個指標應該要看 第一個是確診率 死亡率跟這個R0值 對 如果說R0值走平的話 這股市是應該要觸底反彈 那我看台積電的股價呢 觸底反彈的機會應該蠻大的 在未來幾天當中 因為事實上它已經跌跌到了這個去年的這個起漲點了 可是呢 當我們要如何認定觸底反彈呢 第一個你用哲學的道理 因為你要買嘛 你也不知道是不是買在最低 你買了回頭才知道它是最高點 你賣了回頭才知道它是最低點 你賣了回頭才知道它是最高點 這個是在操作股票的時候 親身的敵位 但是呢 你判斷就會落後 為什麼 因為當你新成一個V的時候已經太慢了 就已經可能從跌到220 可能又漲到260幾了 所以這樣一個狀況 所以說在股市的這個恐慌當中呢 今天國安基金出來拉 看得出來嘛 看得出來拉尾盤嘛 把牌在地墊拉了高1、20塊 對啊 就200多點就拉上來了 整個200多點到最後尾盤的時候 就大概500多點而已 然後是2600多億 量也沒有減少 而且量是增加的 那比較麻煩的是說 這一波 您剛剛所提的這個美元指數 因為外資開始在出去了 對 因為前上個禮拜 我們講說外資賣了之後 還在等 那外資的指標呢 可能就是台積電 那問一下這個智昌大哥 這一波其實更大的恐慌 也發生在金融平台上 對 金融平台方面呢 我們一直在找尋那個賣壓的來源 那第一個就是對沖基金 因為對沖基金呢 它可以做多 你可以做空 而且一般是做空是很大的 比例大概九成 做多大概只有一成左右 所以昨天華爾街傳 那個橋水基金要爆倉 對 那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巴菲特這一波 在上面上的這個價值 大概虧了2.3兆 美金 美金左右 它是看長度的 跌破十年線 那另外美國 跌掉的這個資金 跑到哪裡去了 跑到美國十年期空在殖利率 那台股或者是雅股這邊呢 就跑到這個 台股這邊呢 就跑到這個 最近的這個美元 因為我們發現說在過去一段時間當中呢 其實呢它的資金呢 量潮呢並沒有 並沒有跑到這個 並沒有移出去 但是可能是因為台積電的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案例或者是今天剛好要除息 所以說有一些氣息的 那有一些要避險的 它就往這個 美元那邊去流動 台幣今天直接30.4嘛 那外匯市場看到30.5了 對 因為今天同樣有 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 那我們貨幣政策一出來之後 大家知道說這是寬鬆嘛 因為為什麼 因為它要 將這個利率要降低 尤其是融資的這個利率 有的都高達6% 一下是6% 建商賺很多 那如果說降息的話 它跟著降 那這樣融資就不用 再一路殺一路殺 因為現在已經在追剿了 從今天開始呢 已經在追剿這個 斷頭的這個賣押 由於要避險的關係 由於貨幣政策呢 大家都要寬鬆嘛 它一起說 央行的貨幣政策 我們央行的貨幣政策 也會寬鬆 所以說這樣的話呢 它要parking到 台灣的國債 或者是美元那邊 之前應該是parking在 這個台灣的國債殖利率 那台灣國債殖利率呢 到中央銀行 公佈了它的政策之後 就形成利多或利空出境了 為什麼 因為預期嘛 預期就這樣子走下來 那美元指數呢 目前來看的話 呈現一個短期的這個強勁 對 這個也是屬於資金的開始去避險 那其實它 全世界主要貨幣有澳幣 英鎊 加拿大幣有南非幣有一大堆幣 兌美元 那這個短線都是巨貶 就是美元相對升值 對 尤其是有一些新興債 因為高收益債 因為商品以後就得得很兇嘛 然後就掛了 就是變成停牌了 或者是被全部被輸回了 那第二個現在有一些股市開始在修飾 當然美國不能修飾啊 美國只有911億修飾 但是它有熔斷的機制 外資可以看得出來 在像菲律賓啊 像今天的韓國這邊啊 他們資金 迫入到美元的可能比台灣還多 就比台 賣掉台股去迫入的還多 雖然說台股也是同樣一個地步 跟韓國來講 但是它畢竟它比較鍾情台股 為什麼 因為台灣的電子業的競爭力 還是比Samsung還強嘛 對 就長期來看的話 你不管說這個EV的製程也好 或者是任何製程也好都還強 那這樣一個美元指數 會形成一個很大的麻煩 因為我們有提到過 美元在川普上來的指數是103.3 那現在往上仰的話到100左右 那100左右的話是不是繼續往上仰 那就形成一個這個美元強勢的災難 因為美元一旦強勢的話 對於新興國家一般來講的話 就是沒有這個利空的情況之下 新興國家的股市也會跌 對 就是說資金是活血 然後血都流到美國的話 那其他市場就會缺血 缺血久的市場都會付出代價的 而且這一次的狀況 全球金融市場沒有辦法隔離 沒有辦法隔離的市場 就很難抵擋病毒 我們稍後回來 那我好答的這個費的 今天直接降息是 用光子彈 這個是前所未見的手筆 可是這個手筆一出手之後 稻窮嚇到旗子直接躺平跌停 壟斷更恐慌 然後這個手筆跟這個市場 對於費的決策的回應 顯然有一個更大的心理的恐慌跟障礙 對 因為我們剛才談到這個實際上是 我個人認為它是一個下錯方向的一個舉動 因為對本質上這一次是 不是一個金融危機或者是經濟危機造成的問題 這是一個病毒造成的問題 而現在大家能夠看到的無論是中國的經驗還是其他國家的經驗 你要控制病毒的傳染 最重要的是要降低經濟活動 降低社會活動 如果大家都能待在家裡 這個不出去 那麼這個病毒控制就會有效果 對 那但是你FED也好 美國政府也好 所謂的貨幣政策的刺激 財政政策的刺激 本質的目的是為了加強經濟活動 叫大家都要去花錢去消費去投資去生產 那這個實際上跟你要防禦抗議要取得的目標是矛盾 這是問題的本質 也就是說大家太習慣於過去30年 通過中央銀行的干涉來抵抗金融危機的成功的經驗 所以習慣的想法就是說我只要減息 我只要放水 我只要這個金融刺激印鈔票 什麼問題都能解決 但病毒不聽你這個 對 而且鈔票再多 病毒讓你重症的時候你照樣要死 死的時候是葉克膜陪你還是鈔票陪你 是 問題是在於是說現在的兩大問題 一個是因為病毒的全球化 會造成全球化的需求大量縮減 對 舉例來講你看 Nike跟Apple 它關掉了全世界大中國以外的店面 那全球它要少多少生意 然後有多少店家沒有電租 然後呢相對上所有供應鏈所有需求端 今年要減多少 對 這兩方面同時存在 就是一方面你的有效需求會大量減少 另一方面你的生產的供應鏈會斷掉 因為你的零部件有問題 你的這個生產的這個工人不能夠來上班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面你現在最重要的是 儘可能的要我講的比喻一下 就是你要你要恢復的快的話 你現在要蹲得越低越好 你要把經濟活動降得越低越好 這樣的話保住你的本體 保住你的這個身體不要染病 這樣的話一旦整個這個疫情過去了 不管是因為疫苗的關係還是這個特效藥的關係 疫情過去你才能恢復的最快 那現在的話 所以我覺得 所以防疫就是拼經濟 防疫就是拼經濟 防疫好的國家 它的股市也跌的少 它經濟付出的代價也相對少 每個人都有付代價 可是付的代價少是很重要的 是 就像你在股市如果發生金融危機的現在 在這個情況下面少賠錢就是賺錢 是 就是同樣的道理 我們吃特效藥 或者我們打瑞德西韋靜脈注射 也可能有副作用 但是如果他可以救回一命 他力大於病 那這個副作用我願意去 所以我過去兩個星期一直在呼籲 就是台灣應該學習昨天北京宣布的 就是所有入境的人 不管他從哪裡來 全部送到集中隔離14天 然後自己出錢 這個北京市14天要出多少 這個25000 28000台幣 那我覺得這個蠻合理的 這個你出的話 你包括住宿費 包括這個三餐 你都要自己付錢 而且集中隔離 那搞不好集中風險 變成集中毒窟集中傳達 那但是會相對來說比較容易控制 因為他的這個很大的問題是說 你如果是本國人回來 你也許可以在家隔離 居家隔離 但是居家隔離很難管理 就他自己偷偷跑出去趴趴走 那如果是外國人的話 他沒有家 所以他也是要住酒店嘛 那你如果能夠把他集中在一個酒店的話 相對來說比較容易控制他們 不讓他出去趴趴走嘛 因為我們現在在台灣出現的幾個案子 都是應該要自己在家管理的 可是他偷偷的跑出去了 你怎麼辦呢 所以我自己是建議就是 我們的這個政府要打破這種 這個閉關鎖國會影響經濟的想法 現在的是兩害相形取其輕 現在是全球大鎖國的時代 或者短期內被迫要鎖國 所以鎖國的防疫跟鎖國的這個保全 本質上保全的是醫療量能 然而實質上也保全了國力跟經濟 對因為鎖國的好處是有三個很明顯的好處 第一個你保全了整個醫療體系的量能 能夠大家還能夠 國內的人能夠正常生活 第二你內部消費 國內的經濟活動 那一塊至少能夠保全 那麼在台灣的這種具體的狀況底下 如果台灣的出口垮了 實際上關係並不是很大 說老實話現在出口的需求就是沒有了嘛 歐洲美國中國都沒有需求了 那你拼命拼出口沒有意義 你現在最重要的是要保內需 這個要讓大家能夠繼續在國內 能夠正常的生活 那第三一個可能更重要的是說 利用這個機會調整你的生產產業鏈 你比方說如果我們把口罩的產量 增加十倍一百倍 一天生產個兩億個口罩出口 也可以掙錢啊 也可以換東西啊 你把酒精你把抗生素的生產 特別是呼吸器的產能 體有沒有可能 因為現在全世界非常嚴重的缺乏呼吸器 如果台灣能不能把這個生產出來 也可以出口啊 就是說某些地方的出口肯定是垮了 但是你有新的產業鏈可以把它找出來 口罩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嘛 你把口罩的產能弄上去 一樣到全世界出口一樣能掙錢 一樣拚精緻嘛 好我們稍後回來 再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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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